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耀耀的抽6萬大獎 口罩男走進通訊行 先拿出自己手機假裝充電 再滑了一下展示機 隨後只看到他又拿出DM 但不到10秒後展示機立刻消失 通常手把也出現在另一間店 穿著電源不注意人潮又多 手機賊再度利用商品目錄遮掩 再度下手心切 而且整個過程警報器都沒有發揮作用 年近50歲的手機賊 兩年多來行欠雙北各大連鎖通訊行 手機偷來後就隨機變賣 不法獲利估計40萬元 但他怎麼被警方鎖定的 就是頭上最明顯的M字凸 還有每次犯案總戴著口罩 甚至還會背著這款後背包 狡猾竊賊有時打扮成時髦年輕人 有人打扮成上班族 但就忘了改變他的明顯M字凸頭 因為關鍵就在展示機後的貼片 連接著機盒 有的還有線連接著讓你無法拿遠 但竊賊有電工背景 知道如何讓警報器失去作用 所以才能在短短10秒就輕易得手 竊賊再怎麼會偷總有疏漏 警方靠著兩年來的分析 讓頭上的M字凸頭成了破案關鍵 繼續劉志展燕營台北報導 的 《潮滿文字記》 武漢